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的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3月17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话题 截止到现在,从战场这个态势来看 俄军是占领了一个城市 叫豪尔松是不是 可能名字也记错了 现在战斗比较激烈的 是马里乌布尔 看样子俄军是想把马里乌布尔拿下 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 为什么说激烈呢 就是乌克兰军队在15号击毙了 俄军第150摩托化布兵师指挥官 叫米杰耶夫少将 150摩托化布兵师 就是大名鼎鼎的柏林师 之所以被称为柏林师 是因为该师在二战末期 攻占了柏林的国会大厦 并且升起了红旗 有网友把这个图片找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反映的是二战时期 苏联的红军攻占柏林 对吧 这个150是第一个把红旗 插上了德国的这个叫国会大厦 那这支部队啊 也是一支英雄部队啊 据悉啊 就是米杰耶夫少将 就是俄军攻打 马里乌布尔的总指挥官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马里乌布尔 这个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呢 你看俄军的总指挥官战死了 这还不够惨烈吗 具体的说这位指挥官 是怎么战死的 还不太清楚 因为马里乌布尔 据说啊 里面还有一两万的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这一两万部队里面 大部分是什么 是亚素营呢 他到底是这个指挥官的行踪 被这个泄密了 然后呢 被这个亚素营的特种部队 对吧 摸过去 把他给这个指挥所 或者什么端掉了 还是说偶然的 这个指挥官是不是 清零前线去视察 或者是这个 被这个亚素营碰上了 发生交火 不太清楚 这个乌克兰说法是身乎其身的 但是俄罗斯这边呢 好像到现在是沉默 但是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这个叫 米吉耶夫烧将的这个尸体 在人家亚素营手上 而且拍照 发到互联网上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 这个也很奇怪啊 就是说这个 苏军呢 这个历来的战斗中啊 倒有这些指挥官阵亡的 但是呢 很少有把尸体啊 留给敌人的 就是怎么着也把他抢回来 这是一个传统啊 自己这个最高指挥官的这个尸首啊 这是一定要这个保护好的 但是这一次呢 居然连这个尸首都没抢回来 算上这个米吉耶夫烧将啊 那俄军在乌克兰 已经挣完五位少将了 这个上完力度还是挺大的 你看这个少将算是高级指挥官了嘛 清零前线啊 一般的再高级一点的 可能比如中将啊 或者是总指挥啊 有可能他是在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 他不会到前线去指挥的 那么在前线 可能最高指挥官就是 少将市长这个级别的 这个级别的这个指挥官都啊 阵亡五个了 那说明俄罗斯这个战确实打的有问题啊 这个你不管说占了乌克兰多少地方啊 把乌克兰什么亚索营呢 什么这些武装剿灭多少 把他的军事基地啊 武装装备炸毁多少摧毁多少 但是你这五个少将高级指挥官阵亡 就说明俄罗斯这个战打的特别 至少艰苦吧 双方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这个装甲 坦克啊装甲车啊对阵 我想有几个原因啊 就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咱们以前的视频老说的 乌克兰军队啊 虽然可能这个这个集结化部队啊 钢铁洪流比不上这个俄罗斯 但是乌克兰军队掌握了这个信息化 他信息通讯比俄罗斯要强 可以说在美国的这个武装之下 帮助之下 还有北约的帮助之下 乌克兰啊前线的士兵啊 可能每个人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战场的态势啊 可能都是一目了然的 很清楚啊自己附近的俄军的这个配备啊 这个武器装备啊兵力啊 在向什么方向运动啊 意图啊可能他们都很清楚 因为这个都是大数据嘛 信息分享 俄军的一举一动 可能不仅是乌克兰的指挥官清楚 可能下面啊到这个作战人员 执行任务的人可能都很清楚 那俄军在这一块可能就要稍差一点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是主场作战嘛 俄军呢是侵略是客场 俄军呢是季节化 所以他这个目标啊非常大 乌克兰的军队呢是化整为零 也不愿意跟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 展开正面的啊什么装甲战 什么类似这种啊硬扛 可能是乌克兰利用这个地形啊 这些优势啊自己对这个地理位置啊 优势打伏击战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乌克兰啊 这个小规模作战的时候 这种单兵的配备啊 什么标枪啊 毒刺啊 RPG啊 这些装备非常多 源源不断 应有尽有 而且这些装备 单兵携带 非常轻巧 这个给俄罗斯啊 这个专甲部队造成一些困扰 而且他这个命中率效果非常好 相反 俄罗斯这边呢 就缺这样的武器 包括无人机 第四个呢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啊 什么呢 就是大毛二毛啊 两个人是一家人 实际上是兄弟 互相啊 战略战术 想法 完全清楚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叫内战 内战内行 这个他们两个人的战术思想啊 包括这个都是战斗民族 对吧 都是斯拉夫人 这些作战思想都很清楚 相反啊 乌克兰可能还稍微现代化一点 因为毕竟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人是同一个基础 但是乌克兰呢 好歹这十来年呢 一直被北约和美国在训练 那么在原来的基础上 他又移植了很多这个现代的战争观念 那么在这一块呢 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啊 他的这个战术素养和战争的这种观念和理念 可能比俄罗斯要稍微高那么一些 我为什么说这个乌克兰啊 太了解俄罗斯了呢 这我就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这俄罗斯俄军啊 刚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突击采取的是 大概是600多个这个 就是特种部队吧 是空箭兵 做着这个米格武装直升机吧 大概还有几十架这个武装直升机啊 护航坐着飞机啊 浩浩荡荡的就杀到基辅附近的 一个叫安东诺夫机场 就那个机场停着这个安 什么222啊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运输机啊 是那个机场吧 我应该没记错啊 突袭人家机场 从俄罗斯边境 飞到这个机场 说就被干掉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就是飞机啊 被干掉了20架 只有40架飞到了那个机场 然后40架的人啊 把机场啊 也占领了 当时机场呢 据说乌克兰啊 有一个营的兵力 这个兵力呢 是叫乌克兰叫国防 什么国土防卫 什么军吧 实际上就是民兵吧 你要理解是民兵 它不是正规部队 有一个营在那儿 当然它肯定打不过人家精锐啊 俄罗斯那是精锐部队啊 所以说下来 但是就这个打了一个小时 乌克兰的这个一个营啊 溃败了 跑了 这个机场啊 就落落到这个俄军的手里 但是俄军 占这个机场 花了点时间 像是一个多小时 但关键的就是 这一个小时啊 管救了乌克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俄罗斯精锐部队 占领这个安多诺夫机场的时候 正在清剿啊 乌克兰这个民兵的时候 这个乌克兰这个统帅部吧 立即命令啊 这个附近的 有一个机场啊 拍了一家这个轰炸机 是苏24 带了四枚炸弹 这个炸弹啊 是专门用来炸跑道的 这个苏24啊 冒险 低飞啊 炸这个安多诺夫机场 那个跑道 把跑道摧毁了 它这个特质炸弹啊 把跑道炸完之后啊 整个跑道不是一个坑 如果是一个坑的话 其实很好修复 对吧 它是那种特质炸弹 一炸 那个整个跑道啊 可能就是四分五裂的 你想修会很难 结果把这个安多诺夫机场的跑道炸掉了 这个跑道一炸掉 实际上 俄罗斯俄军的后面大部队啊 没有办法 在这机场降落 俄军的打法 本来就是要控制你首都附近的机场 然后呢 这是特种部队啊 派精锐部队 先去把你机场控制住 然后呢 大部队就做那什么 1276啊 什么大型运输机啊 还有装备 坦克 专甲车 统统的啊 就往这个机场来送 然后从这机场出发 把你首都拿下 闪电站 十几个小时搞定 乌克兰的这个基辅的 你附近的部队啊 来不及反应 你先调动 动员 然后再来阻截 来不及了 但是呢 乌克兰就利用了这个民兵啊 抵抗的这一个小时 立即组织飞机去轰炸 这都需要时间的 要反应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乌克兰啊 人家是有一套这个应急约案的 这个我一直给大家介绍过 咱们国家 中国1960几年到1970几年 甚至到八几年 中国解放军 练的最多的 就是打降落 打突击 打反坦克 在内蒙那儿 搞了很多小人造假伤啊 就是为了 就怕苏联的坦克啊 长出植入 直接杀到北京 所以他在内蒙那儿 人很多人造假伤 在那个地方 阻击坦克 然后在这个北京周边的机场 组织打飞机 就是练这个 实际上俄罗斯 实际上乌克兰也一样啊 乌克兰从2014年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就开始对吧 为克里米亚就已经干战了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乌克兰肯定在练习 针对俄军的战术特点 乌克兰有针对性的 去练习 做预案 那这次呢 俄军还是那老一套嘛 明显的嘛 对吧 结果被乌克兰给挫败了 所以导致俄军啊 现在非常被动 俄军但是准备了是 20万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 刚开始动用了6万人 进入乌克兰 本来以为这个很快 就会拿下 把基辅一包围 对吧 把基辅一拿下 泽连斯基一逃跑 这个事就成了 但是呢 计划失败了 飞机场跑道被人炸掉了 乌克兰自己炸的 这就是我说的说 乌克兰对俄罗斯太了解 俄军啊 一蹶屁股 乌克兰就知道 俄军要干啥 当然了 即便这样 毕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实力悬殊还是在的 所以说呢 俄军要是强行推进 这个问题还是不大 无非就是伤亡比较惨重 平民可能也面临着 重大的这个伤亡 所以我前面讲的 我认为这五个方面 导致俄军啊 这个在战场上面 虽然 对吧 通过欲血奋战 能取得胜利 但也是惨胜 关键你是剿灭不了 乌克兰的这个 叫反抗势力 他一旦转入地下 那俄军啊 还是很麻烦 损失会更大 我们战场嘛 也就这样 对吧 那么到现在基辅这边 据说在打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 这个战役 对吧 就是也没有打成什么样 比较这个 让人匪夷所思的 或者关注的 是这个叫 车臣的领导人 总统吧 叫卡德罗夫 这个大胡子 跑到这个乌克兰 转了一圈 跑了 我有一期视频 也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车臣的部队啊 不是号称人寿吗 半人寿 对不对 号称战斗力强吗 实际上他是在那 做一些治安工作 在俄军的侧翼 攻坚战 送死都是俄军 然后车臣部队呢 只是来这个叫什么 蹭流量的 所以说这个卡德罗夫啊 把自己变成个网红 忙着发TikTok 拍短视频 在网上跟这个谁怼 跟这个马斯克怼 然后又是 劝降这个泽连斯基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臣 这个部队很有意思 他到底是去打仗呢 真的是真心帮普京呢 还是去占便宜的 或者有其他的心思 总之你看他在那儿 就是保存实力嘛 而且还想收获人心 到处去反评问苦 给这个困难群众啊 送米送面 送油什么的 坏事反正他不干 好事全瞻的 搞得自己好像是联合国 威活部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上 所有的关注车臣的 这个部队的这些做法 看一看 包括这卡德罗夫的这个表演 你就得出这个结论 他就是去打游的 挣个好名声 一边呢 给普京面子 一边呢 也不得罪乌克兰 当然就是他的声音最多 到处亮相 下面咱们再聊聊外交方面 这个昨天说啊 这个波兰政府总理 加上什么罗马尼亚的总理 三个国家总理吧 还有一个斯洛伐克吧 总理到基辅 跟这个泽伦斯基会谈 实际上到战场嘛 到战区力挺乌克兰 这几个总理啊 据说都是坐火车去的 这能反映一个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人确实也胆大 对吧 毕竟那在打仗呢 万一俄罗斯一不高兴 对吧 一个精确制导导弹 把全报销了 对不对 这个俄罗斯再穷 导弹还是游几颗的 说明这些人 答案也大 很勇敢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们能坐着火车进基辅 那说明这个基辅啊 就是俄军没有把它切断嘛 就没有把它包围 围上 所以这个俄军啊 也挺有意思的 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他在那基辅在干啥呢 对吧 这个俄军看上去 好像把这个整个东部乌克兰 都已经包围了 但是也是松松垮垮 然后俄罗斯啊 今天放出风来 说啊 这俄罗斯方面放出了消息 说俄乌部分和平协议 竭尽达成一致 俄方称乌方提出中立国想法 这是俄罗斯放出来的消息 但是泽伦斯基呢 他放出来的消息是 乌克兰这个叫不磨球 加入北约 他认为现在加入北约 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泽伦斯基是被打了一顿 然后脑袋转过弯了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大家肯定知道吧 就是说你一个国家 想加入北约 它是有很多条件的 不是说你想加就能加 北约他那些国家 有一个比一个贼 他们又不是冤大头 对不对 你加入北约 前提条件是 你跟你四周的国家 没有争端 就没有领土争端 你才能加入 你说你跟你邻国 有领土争端 你要加入北约 那北约是不要的 不同意你加入的 就违反了北约的这个 这个宪章 或者你加入北约 是希望北约帮你打仗是吗 所以说你看 2014年开始 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 有领土争端 你有领土争端 理论上 你就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这个道理懂吧 那么所以 泽伦斯基呢 你如果说远期目标 我乌克兰20年以后 必须要加入北约 或者是15年 对吧 你一个远期目标 那么你前提是 你必须跟俄罗斯两人 把这个边界问题搞定 这就是和平谈判 所以 泽伦斯基估计是想明白了 如果说你跟俄罗斯之间 永远这么打 你永远加入不了北约 跟俄罗斯之间保持和平 把边界问题解决掉 你才有机会加入北约 所以那现在 这个跟俄罗斯签署停战协议 领土争端 依次解决 这是必由之路 必须要达成的 才有加入北约这一说 这是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 所以可能泽伦斯基 琢磨过来了 那么就要跟俄罗斯 要停战 要签这个协议 只有领土 克里米亚到底是俄罗斯的 还是乌克兰的 然后这顿涅刺客 卢干刺客 独立不独立 跟俄罗斯什么关系 这个都要签清楚 这个停战协议 一签完 跟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纷 就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表现来看 乌克兰也愿意停火 也愿意跟这个 乌克兰也愿意跟俄罗斯 尽快达成协议 但是呢 其他国家同意吗 尤其是美国 我们看看美国怎么表态的 美国驻基辅大使 在推特上发了评论 说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 美国永远不会承认 俄罗斯非法占领乌克兰领土 这个意思很明显了 这不就是拱火吗 即便泽伦斯基 想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美国也不同意啊 你看美国已经拱火了 在给这个乌克兰站台 就是说 我美国永远不会承认 俄罗斯非法占领乌克兰领土 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 他2014年有没有说这话呢 现在他跳出来了 说这话 实际上就是让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 这个和平协议啊 很难短期达成啊 这样一搅就搅黄掉了 加上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要去访问欧洲 对吧 还要去波兰 这个时候去波兰能干什么呢 难道是把泽伦斯基叫过去劝降的 不可能吧 是面授机遗 机遗要接着干 对吧 我们要给你撑腰 就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美国这次啊 说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 叫弹荒刀 就是飞弹 导弹 这个弹荒刀导弹 可比标枪啊 就厉害多了 标枪只是打坦克的 这个弹荒刀就相当于巡航导弹 就可以炸更远的 远距离的俄军的任何目标 而且这个导弹啊 就是飞行过程中 你可以操控的 随时可以变更目标 那这个对俄军的阵地啊 那就影响更大了 因为标枪只是短兵相接 对吧 打坦克的 乌克兰如果有了这样的武器 那所有在乌克兰境内的 俄军的阵地装备啊 都有危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美国 单地时间3月16日 在国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 军事援助 这批军事援助价值 10.1美元 包括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 资金来源于拜登15日签署的 通过的乌克兰援助法案 该法案向乌克兰提供 136亿美元的援助 这是美国啊 我们再看看中国什么态度 我想大家可能这个新闻也看过 中国大使保证 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 率先在利沃夫的一次会议上 表示了这一点 中国大使说 中乌是战略伙伴 今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 中国是乌克兰人民的友好国家 作为大使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中国都将永远是乌克兰的重要伙伴 我们会永远尊重你们的国家 我们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我们将尊重乌克兰人的选择的道路 因为这是美国国家的主权 中国大使还说 中国大使馆已经从基辅搬到了利沃夫 并在那里继续工作 中国大使保证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这个 上述这个一番话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是不可能去攻打乌克兰的 所以说中国不会帮俄罗斯打乌克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从经济上要帮助乌克兰 至少他有这个承诺啊 而且是公开的 像乌克兰 中国至少没有公开说 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 但是中国从经济上帮助乌克兰 这个是公开说了 实际上这就是中国态度 最近好像是美国的媒体吧 报道是金融时报还是什么 具体哪个不知道 就是说俄罗斯向中国求助 也不叫求助吧 就是向中国采购军火 有什么又是坦克了 有什么防空导弹了 一堆吧无人机这个传的有鼻子有眼 然后呢中国当然否认了说没有 然后俄罗斯也否认 俄罗斯说没有 但是美国说有 但是美国也没拿出证据 据说啊 这次沙利文呢 跟这个杨洁篪谈完了之后 沙利文还要去法国 可能欧洲还转一圈 他目的可能是主要是为这个拜登呢 到欧洲访问打前站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跑到这一国家去通报 通报什么 通报说中国啊 跟俄罗斯可能站到一起了 要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是呢 我今天看了这个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还发表了一个长文呢 长文的意思啊 就是第一个中国不可能 给俄罗斯提供武器的 这都是谣言 然后第二个中国跟美国 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一堆反正那个文章 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看一看 这些谣言呢 真真假假 说不定是真的呢 说不定他就是个谣言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些东西出来呢 我想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反映了这个美国的一个担心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帮俄罗斯 如果中国不帮俄罗斯 美国对俄罗斯啊 认为这胜券在握啊 根本就不用担心 把俄罗斯拖一拖 俄罗斯就垮了 或者就是 极大的羞扰了俄罗斯的国力 但是如果要帮 中国要跟俄罗斯站到一起 那么这个效果啊 就大打折扣 你就拖一年 俄罗斯也未必能垮 所以这是美国最担心的 所以他一直啊 就拿这个说事啊 真真假假 先污蔑你 让你自证清白 那就说你有啊 就说俄罗斯给你买东西了 你同意了 你们俩同意了 你也愿意卖给俄罗斯 准备要卖了 就是拿这个来 让你自证清白嘛 实际上中国还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这个你也藏不住啊 现在这个卫星对吧 天天在天上飞 你往俄罗斯卖任何武器 估计都能 探测得到 再说你这武器卖了 俄罗斯他不能藏着啊 他肯定要用啊 一用 你在战场上不就发现了吗 所以中国既然说 不会卖武器给俄罗斯 那肯定就不会卖 但你怎么能让美国相信 你跟俄罗斯不会困绑到一起 不会支援他 那这个中国是没有办法的 你怎么保证啊 你怎么去 美国他不相信啊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也是采取了底线思维 就是底线就是 中国万一要跟俄罗斯联手 怎么办 对吧 这就是底线思维嘛 美国咱将何去何从 所以拜登这次到欧洲啊 跟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谈的 估计就是这些事情 中国不帮俄罗斯最好了 如果要帮怎么办 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咱们继续关注 好这期节目啊 就坐在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